《用慈悲过生活》 发给各位三本书 一本是念一下 《用慈悲过生活》 这一本非常重要 是佛教的圆满的大乘发菩提心的理论 而且非常白化 是因为我们从这些善知识 特别来研究菩提道次第的白化 然后把它编了一个简单的次第 包括讲到因果 讲到后面的 那这一本不用解释 重点是你要不要去做这样而已 因为他一看就懂 但是这些都是经过很多人的认定 正确的理论 特别是在藏传佛教 所以各位你就一看就懂 但是你要去做 我特别把它定义就是 要把佛法的这种悲心智慧 当作你的生活实践 要用在你实际的生活 这样比较有用 那第二本是慈悲的经文 那当然从我们大乘的经典里面 怎么修慈悲 什么是事无量心 什么是大乘的禅定 那我以前有讲过 我发给各位 那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是 现在各位手上拿的 《怀言经》第二册 第二册 那当然我前前后后 稍微 因为时间不太够了 然后我只能提一些 让各位引起 对《怀言经》的精髓的兴趣 这样就好了 请翻到277页 277页 那当然修大乘佛教 他讲的是 如何达到空性 但是虽然讲空性的理论 但是他永远不离开大悲心 那有了这个不退转的 大悲心跟菩提心 那又能够已经进入空性了 简单的说 摩赫萨就是从极乐世界 再来了一样 他已经到了这个不退转 那这也是我们学菩萨道 应该达到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要从这个方面去学 因为我们叫学佛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研究这种大乘的经典 你会用你世间的想法 来修行或经营佛教 可能会害了佛教 那大乘的是说 你每一个动机 都必须要符合这个摩赫萨 这个空性跟大悲心的实践 那所以你一定要看经典 然后再来是各位 要把这个经典的精髓 透过你的实修 然后再表现出你的语言 因为你已经做到了 比如说我叫你不要生气 而还要原谅对方 那我自己都做不到 那我跟对方讲就没有加持力 那自然你已经实践了 那进一步也希望更多人 能够朝这个方向 但是我们实践也不代表 我们已经正入空性 到了一个明行菩提 一个菩萨摩赫萨 那至少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鼓励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能够做别人的模范 那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那至少大家朝这个方向 而且《华严经》一点都不深 只是各位要有耐心 如果真正要研究道次第 一定要看《华严经》 这一点我一直接触 藏传佛教的意思也是说 因为他们是在一辈子 都在研究佛法 但是却没有深入《华严经》 很可惜 很可惜 他们给我真的几个重点 比如说 先讲了出离心 空性 菩提心 然后这些三昧耶 他们很重视这个 因为考试都在考这个的 但是这些最基本的 一个佛陀的加持的实修 他们因为没有看不整部经 那这样所以就有一点缺陷 也没有得到 佛陀的圆满的加持 所以我认为 现在我们接触他 我也慢慢请 有些人慢慢翻译 我也在培养他们中文 要把很重要的经典翻成 藏文给他们看 特别是《华严经》 那先翻译经水给他们 然后他们引起兴趣了 《世上华严经》 他们自己都有翻译 只是在藏传佛教 对经典没有这么重视 不是不会念 没这么重视 那我们汉人是 哎呀 你不研究经典 那你研究什么 对不对 这个论是帮助经典 而不能以论为主 而忘了经典 这是他们 那我们以经典为主 而忘了论 那也不行 这两个都要圆满 好 所以我们简单的 247页 就是离世间品 第38第4 佛指 菩萨摩赫萨 有十种不供法 这个供就是说 大家都这样在修了 叫供 那不供 你既然做一个 要追求空性的菩萨 那你要有别于 凡夫菩萨 不供于世间的 所以世间也讲慈悲 也讲爱 但是佛教的爱 是不供于世间的 佛教的爱是空性的 平等的爱 是无分别的 去除有相的 所以叫不供于世间 第一个 何等为时 佛指 菩萨摩赫萨 不由他教 这一点也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 累世有修行的人 你自然然 你一听到佛法 你自然就会去做 不用人家跟你说 因为佛陀事上 也是不由他教的 那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习性 那我们更要努力 去学习 怎么样可以达到 不由他教 自然 翻过来 自然修行六波罗蜜 那哪六条呢 我们一起念 常乐大师 不声坚令 横持境界 无所毁犯 具足忍辱 心不动摇 有大精进 未曾退转 善入诸禅 永无散乱 巧修智慧 吸除二见 始为第一 不由他教 随顺波罗蜜道 修六度不供乏 那各位这个要背 所以不是说背就至少你要很熟悉 然后你真的要按照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大乘的修行是以经教做戒律 这是佛陀交代的 以经教然后来辞戒 所以不离经教 然后延辞戒律 不会错 所以第一 那各位要常乐大师 所以老实说 当然就像刚刚各位听到 色拉奇 哦 海陶拉嘛 海陶拉嘛 天天在布施 对我来讲 我认为 按照经典 这个布施 我根本就是小小小小而已 只是对他们来讲 当然有 但是因为我们要关心的是 整个世界的需要被帮助的地方 不分宗教 要常喜欢 这个是我们的修行 常乐 做平等的大布施 不能 所以你口袋有钱 会觉得很惭愧 为什么 因为众生都还在苦 是吧 吃一顿饭要很惭愧 因为很多众生还没吃饱 所以当别人在赞叹你 你没有什么好赞叹的 我有时候要回答说 除非这个世界众生都离苦得乐了 那我们生命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圆满的成就感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还是永远惭愧 所以各位要 时时刻刻想要 去帮助众生 第二个 横持境界 这是不由他教的 意思是说 这样讲比较快了 你看了经典 你自然想做 这也算一种不由他教吧 甚至你天生就是这种个性 那才是真正的不由他教 永远的守持清净的戒律 无所毁犯 不管是众戒清戒都不会犯戒 这样来持戒不罗密 第三个 具足忍辱 心不动摇 多伟大 你在这个世间弘扬佛法 或帮助众生 不管你要做什么 只要是人多的地方 事情多了 众生 一定要很多的负面的伤害 但是你要具足忍辱 这种菩提心 这种对众生的悲心 不会改变 心不动摇 这叫具足忍辱 所以各位有时候 当碰到逆境 你内心会有一点烦恼 抱怨 这个危险 这个警灵叫想来 你已经心动摇了 因为众生 找你麻烦 逆境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要成佛 这个五卓二世不能谈真理的 一切都是不平衡的 到了净土世界 也绝对平衡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再把这个净土的条件 这个言和的戒律来看五卓二世 但是是以净土为蓝图 来提升这个五卓二世 所以大家以净土为蓝图 要建设树林 了解吗 建设台北市 庄严台湾 整个地球世界 那我们这个努力可大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我们要去行慈悲 第四 有大精进未曾退转 这个叫信仰 了解吗 由信仰产生怨力 我要达到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看经典 提升自己的宗教情操 如果你不看经典 那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所以对于不思词戒忍辱 乃至追求智慧 有大精进 没有退转过 你永远知道你目标在哪里 善入诸禅 永无散乱 出禅二禅三禅 而且各种的禅定 乃至大乘叫三昧 各种的三昧 你都可以到达那个阶段 内心里面永无散乱 所以行住坐卧 打坐跟读经 跟下台 跟上厕所 跟你生病的时候 你还是保持在那个 禅定的状态 波罗蜜的状态 巧修智慧 稀除恶见 善巧方便 这个智慧是对之烦恼的 对之执着的 所以什么样的智慧 你都善巧方便的 会去对治它 完全消除不正确的 知见 思维第一 不由它叫 随顺波罗蜜道 所以在那里是 法随法行 我们修行要让我们这一颗 这些难调难浮的心 随顺法 所以我们叫法人 随顺波罗蜜道 随顺菩提道 随顺阿弥陀佛的心 你要完全 你要知道这个是正确的 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斗 比 因为世间法是纷纷乱乱的 笑笑就好了 那我的心还是随顺在菩提心 所以 而修六度不共法 佛子 菩萨摩赫萨 普能射受一切众生 所以以财及法 而行会师 正念现前 重点来了 和言爱语 齐心欢喜 是如实意 这个你没有磨念不行的 一个老和尚到八九十岁了 他就很容易和言爱语 你再怎么不好 他也不会嫌弃你 然后脸色不好看 他不会的 除非他是你的师长 特别讲话严厉一点 是希望给你提醒 而不是因为他心里 不喜欢你 但是年轻人就不容易了 喜欢跟不喜欢都写在脸上 一个不喜欢的人坐在你旁边吃饭 这饭都变不好吃 对不对 一个喜欢的人坐你旁边 然后给你背起来 那这个心乱掉了 那是不会的 菩萨永远和言爱语 齐心欢喜 利用这个世间的一切 开示 看他看到真理 是如实意 令得误解诸佛菩提 无有身险 而且让对方能够真实 哎呦真的你们做菩萨好伟大 哎呀我真想能够如此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嫌弃你 所以平等利益一切众生 视为第二不由他教 我这样说是希望各位培养这种习气 后面会谈到菩萨的十种习气 你看到觉得很有意义 第三念一下 来 这个是最后另外 顺势色道 勤色众神不共法 就是说菩萨要 要以这四种方法 布施慈戒 布施爱与 例行同事 后面第二条讲的就是这种 不共于世间的试色法 第三 来 佛子 菩萨摩合萨善巧回向 所谓不求果报回向 顺佛菩提回向 不着一切世间禅定三昧回向 为利益一切众生回向 为不断如来智慧回向 是为第三不由他教 为主众生发起上根 求佛世界不动乏 好 那我们做回向 要怎么回向 那你要真的随顺这个 去做 所以菩萨的善巧回向 第一个 不求果报回向 我们做这么大功德 回向所有众生 回向他们成佛 而不是为了自己发财 不要生病 但是你的生病是一个助缘 你的回向也是 回向所有众生都不生病 这样而已 而且从病里面体悟佛法 要这样 不求个人果报的回向 而且顺佛菩提 最后就是为了 无上菩提而做回向 如果各位 我这两天常说 因为你妈妈得爱